出埃及记第二章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,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,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,他看见箱子在卢笛中,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,他打开箱子,看见那孩子,孩子哭了,他就可怜他,说,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,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,为你奶这孩子,可以不可以? 法老的女儿说,可以。 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,法老的女儿对她说,你把这孩子抱去,被我奶他,我必给你公嫁。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 孩子见长,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,就做了他的儿子。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,意思说,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 后来摩西长大,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,看他们的重担,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,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,就把埃及人打死了,藏在沙土里。 第二天他出去,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,就对那欺负人的说,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? 那人说,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? 难道你要杀我,想杀那埃及人吗? 摩西便惧怕,说,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 法老听见这事,就想杀摩西,但摩西躲避法老,逃往米殿地居住。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,米殿的祭司有七个女儿,他们来打水,打满了曹,要饮父亲的群羊。 有牧羊的人来,把他们赶走了,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,又印了他们的群羊。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,他说,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? 他们说,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,并且为我们打水,印了群羊。 他对女儿们说,那个人在哪里? 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? 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。 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 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,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,意思说,应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 过了多年,埃及王死了,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。 他们的哀声答于神。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,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。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 那又在怕我们那么幸福就会去叹息。 可恶 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